张学良是一个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 正是因为张学良有着复杂的人生经历 所以让他成为影视剧改编的热门人物 随着影视剧的热播 张学良生命中的重要人物 张作霖、于凤智、赵斯小姐等名字 早已经家喻互相 而对于张学良的后代 人们却知之甚少 张学良一生共育有四个儿子 令人满息和深感意外的是 其中三个儿子都没熬过高寿的张学良 走在了他的前面 巧合的是 这三个儿子都是正是于凤智所生 虽然三个嫡子落了个惨死的结局 但是外事人称赵斯小姐的赵一嫡 所生的儿子却平安长大 这背后究竟存在什么 不为人知的故事和隐情 下面带你详细了解历史的真相 就在1914年11月25日 江门少帅张学良与奉命千金 于凤智喜结莲礼 或许真的是上天的眷顾 就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面 于凤智总共为张家生下了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家族人丁如此兴旺 这令大帅张作霖欣慰不已 而立志成为爱国将领的张学良 自然对自己的三个儿子寄予了厚望 于是张学良参考词书 尔雅中的一句 东方之美者 有依无驴之寻于其焉 最终给他的三个儿子 分别起名 驴寻 驴语 驴起 不过张家相伙的延续 并未止步于此 在张学良的生命中 另一个女人的突然闯入 又为他诞下了最后一个儿子 就在当时 年仅二十多岁的张学良 初次来到天津 接着 将军张宗昌 整日陪着他花天酒地 日复一日的沾花蕴草 让这位豪门阔少 结识了平生真爱 赵一迪 赵一迪不是不依女子 也属于是权贵后代 他的父亲赵庆华 曾在东三省担任外交顾问 可谓是颇有名望 但是此时的张学良 已经是名草有主 所以 赵庆华自然不同意 自家的宝贝女儿 去沦为别人的情妇 可谁知道 这位尚在上中学的 十六岁少女 她宁可与父母断绝关系 也不肯舍弃这段感情 最终毅然决然 与张学良私奔 赵一迪为了让张学良的证实 于凤智接受自己 甚至跪在她的面前 并且承诺 终生不进张家大门 也不要任何名分 只求能陪伴在张学良身边 就足够了 也许是被赵一迪的 真情实义所打动 于凤智竟然答应了 这个荒唐的请求 虽然赵一迪不能和张学良 在公众场合结伴出现 但是在私下里 却是恩爱有加 随着相处时间 越来越长 俩人的感情愈演愈烈 就在1930年这一年 赵一迪生下了张学良的私生子 张屡林 制成了她 踏入张家豪门的第一步 按道理 区区一个私生子 不可能比 圆佩夫人生的三个儿子 更有分量 圆佩与奉执 算到了这一步 但是她没想到的是 她的三个儿子 揭露了个不得善终的下场 先说张学良的长子张吕荀 张吕荀算得上是张家的嫡长子 就在1917年这一年 张吕荀出生 这让张学良开始拥有了平生第一个儿子 在张作霖的眼里 在这三个孙子之中 她尤其偏爱嫡长孙张吕荀 张作霖抽大烟的时候 年幼的张吕荀就陪在她的身边 甚至敢跟爷爷要两口大烟抽 而且在这几个孩子之中 张吕荀属于最聪明的一个 所以学习成绩也是最好的 因此张学良对大儿子寄予了厚望 但是这个嫡长子 似乎对政治和军事都不感兴趣 反倒喜欢每天趴到地上 和花草蚂蚁说话 为了培养儿子张吕荀 就在1933年 张学良去欧洲考察的时候 她把张吕荀带出了国 后来便留在了英国伦敦的大学 进行求学 在英国深造期间 张吕荀表现也非常好 经常拿到第一名的成绩 在此之后 张学良又为她进一步苦心安排 所以再次前往英国 在《太晤士报》 为张吕荀谋得了一个记者的职位 如果照此正常发展 张吕荀必然能在事业上 有所出色的成就 但是就在1941年这一年 张吕荀听说 父亲张学良 被蒋介石软禁了起来 之后便生死未卜 家里也乱作一团 人生向来顺遂的张吕荀 突然遭遇如此大的变故 因此变得 每日焦虑不安 本来 性格就那项敏感 此时更是开始饱受 精神上的摧残 再加上1941年同年 英国伦敦也遭到了 德国法西斯残酷的空袭轰炸 意识之间 整座城市硝烟四起 就在这危难关头 母亲于凤志远在美国治病 父亲张学良 自身难保 无依无靠的张吕荀 只能四处躲避战乱 时间一长 张吕荀紧张的神经 逐渐崩溃 之后整个人彻底发疯 最后住进了精神病院 接受治疗 尽管后来张吕荀 得以与母亲于凤志团聚 但还是没能遏制住 张吕荀病情的进一步严重 在1975年这一年 张学良将大儿子张吕荀 接到了身边 他希望在活着的时候 能为自己的大儿子做点事情 此后的几年时间里面 已经70多岁的张学良 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儿子 已弥补过往几十年 父亲的长期缺位 可是在1981年这一年 张吕荀在与人聊天的时候 突然暴毙 接着在一年之后 被遗葬于台北市近郊的杨明山 张吕荀 中年64岁 一生没有 娶妻生子 张子已先于张学良离世 可是死神 还是没有放过张学良的第二个儿子 张吕荀 出身豪门本是一件姓氏 但这也正是张吕荀的间接死亡原因 完全可以说 张吕荀是最像张学良的儿子 他继承了老爹的基因 天性爱玩 女人 汽车 骑马 网球 都是张家二公子的最爱 张学良专门为孩子们 请了高尔夫球老师 张吕荀因为打得最好 所以经常陪着父亲 出入高端社交场所 这让张学良感到十分骄傲 后来 张吕荀也同哥哥 一起在英国读书 张学良被软禁之后 张吕荀一点都不担心 当时的他 一心想的 并不是一家如何团聚 而是给母亲于奉制写信 伸手要大量英镑买跑车 就在那个时候 英国上流社会里 有钱人的标志就是 手握一只眼 于是张吕荀不可避免地 染上了抽烟的坏习惯 他每天叼着烟卷 穿梭在各种舞会之中 因为生活过于奢靡 张吕荀在国外欠下了巨额债务 最后还是宋子文帮他还了债务 所以才得以脱身 就在1942年这一年 于奉制将二儿子张吕荀 接到了身边 张吕荀的一生 可谓是没有什么成就 最终还因为抽烟过多 于1986年在美国离世 死于疾病废弃中 二儿子的死 让张学良十分自责 他认为都是因为自己的缘故 才造成了二儿子的各种恶习 最终导致了他的早早离世 其实在他的三个儿子之中 最先去世的是他的三子张吕荀 就在1919年这一年 张吕荀降伤在了张家 张吕荀从小尊老爱幼 性格体贴 他不会因为身份高贵 而目中无人 因此深受张学良的喜欢 奈何就在1929年 张吕荀突然得了肺结核 在那个医疗技术落后的年代 张家再有钱 也治不了这个病 就在当年7月8日的晚上 年仅10岁的张吕荀 匆匆腰折 而就在此时 张学良还身在北平 他连儿子的最后一面 都没有见到 晚年的时候 张学良就曾流着眼泪感叹到 他的三个儿子 没有因为他这个父亲 占到任何的便宜 如果他们的父亲 不是张学良 也不至于就这样早早离世 虽然三个嫡子的结局都不怎么好 可是张学良与赵亦迪的儿子 张吕荀 却在国外功成名就 还活成了长寿老人 就在1940年这一年 赵亦迪赶到了张学良的身边 他出于更好的陪伴张学良 也出于对孩子人身安全的考虑 于是忍痛做出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将年仅9岁的张吕荀 托付给远在美国旧金山的好友 伊亚格夫妇 为了隐瞒张吕荀的身份 不让外人起疑心 伊亚格夫妇扮演起了 他的亲生父母 同时还为张吕荀 改了一个外国名字 给予完全的西式教育 这使得幼小的张吕荀 忘记了母语 甚至连父亲张学良的名字 也叫不出来 可是之后 伊亚格夫妇两口子搬家 也没有通知赵亦迪 从那时起 赵亦迪便彻底和儿子张吕荀 失去了联系 长期的杳无音讯 让赵亦迪无时无刻 不再挂念着自己的孩子 就在1955年这一年 张学良的好友董显光 即将赴美办事 在得知张家在美国 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儿子 如今一直生死未卜 他马上接下了这个找人的重任 在董显光夫妇的帮助之下 原本渺茫的希望 开始一点点泛起了光明 就在一年之后 董显光终于查出了 少帅之子的下落 紧接着 就在当年的五月份 给张学良寄去了 张驴龄的现状照片 以解其相思之苦 就在同年 蒋介石暂放戒令 远在大洋另一段的张驴龄 终于来到了台湾 重新回到了父母的身边 此时的张驴龄 已经26岁了 一家人终于团聚 久违的暖意涌上心头 在一通寒暄后 张学良得知 在养父母的资助下 张驴龄刻苦钻研航天技术 现在已经成为了 一名美国航空署的资深航天专家 并且已经与一位华人女子 陈淑珍结婚 还生下了一个儿子 看到自己的儿子事业顺利 家庭美满 张学良由衷地感到高兴 可惜美中不足的是 迫于各种原因 张驴龄无法与张学良朝夕相处 除了灵星的探望 在半个多世纪里 她重返美国 继续过着远离亲生父母的生活 直到1990年 台湾当局赦免了张学良 重获自由的他 第一时间飞往了美国夏威夷 父子俩 这才得以真正的团聚 之后 张学良不止一次 向儿子张驴龄土路新生 说他余生最大的心愿就是 再看一眼东北三省 至于张学良 为何没能亲自回到大陆 则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 就在1994年 中国的航天技术部 给张驴龄发去了一封邀请函 承邀他前去参观大陆的航天事业 面对这次可以顺理成章回家的机会 父子俩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为了实现父亲的心愿 张驴龄决定借此机会 回大陆探亲 在中国相关人员的带领下 张驴龄看到了 大陆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 参观结束之后 张驴龄一刻不停地前往 父亲心心念念的东北孤土 第一站是辽宁 张驴龄来到 祖父张作霖的坟前 替父亲磕头悼念 第二站是沈阳 张驴龄参观了 张家的标志性建筑 大帅府 这座标志性建筑 历史感非常浓厚 而且保存完好 现今已经被更名为 张学良旧居陈列馆 同时还顶着东北第一名人 故具的头衔 亲眼目睹张家昔日的 辉煌旧宅之后 张驴龄的心情 久久不能平复 之后回到美国 张驴龄把大陆探亲的 所见所闻 讲给了张学良 已经96岁的张学良 当时轻轻抚摸着 照片上熟悉又陌生的 东北三省 忍不住老泪纵横 在这之后 张驴龄继续为张家代言 他分别在1995年和2005年 两度前往大陆交流 如今的张驴龄 依旧身体硬朗 已经93岁高龄的他 即将跨入百岁老人的行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